高雄市前镇区早上发生一起民宅火警 一栋透天座一楼客厅不断的冒出浓烟 虽然六旬的女屋主发现之后及时逃生 但是她的先生和女儿却被浓烟阻隔 受困在二楼 消防队员紧急抵达之后 也因为浓烟实在是太大了 没有办法充力抢救 只好架起长梯 从二楼的窗户将受困的妇女救了出来 所幸两个人除了受到惊吓并没有大碍 而火势在十多三分之后也顺利拖命了 但是急所的原因目前还不明了